长发女子站在柜台前拿着信用卡结账 看似正常其实是要用卫照卡片来洗钱 警方发现理性嫌犯与蔡新妻子等人和组卫卡集团 先以钓鱼网站骗取被害人信用卡资料 制成卫卡后再到连锁咖啡门市 倒刷购买咖啡或点数转卖 那他诈骗集团会再把它输入到这所谓的白卡 那白卡之后会利用这样的一个词卡机里面 把它的资料输入到这个词卡 然后进行到打印的一个工程 这上面会有英文数字跟这个数字来去打印它的一个立体面之后 再进到这个卡面去做出这个成品 像这样的一个成品卡 行政警察局国际新疆科发现 这个集团习由李信主前负责招募成员 架设钓鱼网站 并发送钓鱼的电子邮件及简讯给被害人进行诈骗 被害人一指示输入资深的信用卡 银银卡卡号及OPP密码之后 这个李信里面将盗取之这个被害人的个资 重新制造成伪造之银银卡及信用卡 交给下游的成员至咖啡连锁公司 进行这个盗刷来购买商品卡点数 再将这沙银卡点数以较低的折数转换给下游 变现获利 那这个集团看准 五国的民众非常喜欢这个咖啡公司的这个商品 所以更在这个咖啡公司优惠期间 变本加利的盗刷一周可刷100万元 根据我方的调查 该盗刷集团一年从这个点数获利近千万元 被害人骗击世界各地并且达上百人 警方发现蔡姓女子取得连锁咖啡店点数后 会在私密社团以较低价格卖出 利用点数等同现金的特性进行洗钱 出估被害人达上百人 不法获利超过千万 刑事警察局国际刑警科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一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以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 组成专案小组 于111年3月29日 兵分多禄 逮捕蔡姓嫌犯等五人 共扣押卡片制造机 空白的晶片卡 伪造营严卡 及咖啡公司的商品卡 等多项张政务 全案并移请 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指挥侦办 行事警察局 国际刑警科在这里 呼吁民众 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钓鱼连结 及电子邮件 尤其在被要求要填写信用卡 及银人卡密码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一定要提高警觉 小心求证 OTP一次性密码也千万不要提供 并且如果在购买来路不明 并且低于市价很多的商品 或者是点数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以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为犯罪的公伤 之前盗刷都是买一下黄金和钻石 那为什么这一次他们是 看着其马克的随行卡 一方面它这个电线的速度比较快 好多手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是 民生用途的刷比较不会起 专案小组日前兵分多路 逮捕菜女等五人盗案 查扣卡片印表机 晶片空白卡 连锁咖啡店随行卡 银联卡等大批章证物 全案讯后依诈欺 未照文书等罪嫌 移送法办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